国防部表示今天早上9点之前 台湾周边的海空域争获了共机30次架次 共舰有9艘次 其中有20架次共机是逾越了海峡中线 而共军首次派出了主力战机 沿着台湾海峡的中线 从北到南12处穿过了台海中线 是最密集而且位置最多的一次 总共有9艘的共舰在台海周边的活动 这是继去年8月30号 大陆围台军演之后数量最多 而且规模最大的一次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不久之前才说 他不敢断言中共短期内会犯台 不过美国空军机动司令部司令米尼汉 这两天却是在内部备忘录警告 美中最快可能在2025年开战 而且因为是台湾因素 华福有学者指出 这凸显出了美国文职跟军方将领的看法分歧 而美军将领此刻强调 台海有战争的威胁 由力保国防预算的一个意味存在 美军前印太司令戴维森在上将 在1月30号率领了美国智库访问团抵台 预计停留6天 也将会觐见蔡总统 并且聚焦讨论台海情势 而面对现在台海局势不断的升温 戴维森不只是一次的指出 认为中共将在2027年攻台 连结过后呢 央视也释出一系列的回顾解放军 三片的成果的影片 台海情势紧张 美军前印太司令戴维森上将 日前接受日经新闻专访时 曾表示解放军将在2027年前 尝试进犯台湾 不过其实戴维森在2021年 就已经表达过忧虑 戴维森上将30号率领美国智库 国家亚洲研究局访问团抵达台湾 成员代表团人员具安全 印太区域研究背景 期间也将觐见蔡英文总统 预计将聚焦台海安全情势 目前台海情势紧张 大陆解放军29号 也曝光海陆空三军最新装备 表明全面备战 近年来中国空军大量换装新装备 不少部队跨带换装了先进的 国产新型战机 装备水平和人员素质都显著提升 其中恶物战争中 大量使用的无人机 引发各界关注 也被展示在2022年的 中国大陆航展上 高空无人侦察机 无真7 无真8 以及无真10 各有边境 高空对地 领海 等不同侦察功能 运游20和歼16 也正式开展多次空中加油训练及表演 著名的攻击2歼无人机 更将解放军空军力量 再推上一层楼 这是中国研制的一型 中高空长航时 查打一体无人机系统 是执行边境巡逻 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武器装备 在解放军海军方面 两艘075型两栖攻击舰加入序列 近一年内还新增了三艘055型大驱 进步速度飞快 而第三艘航空母舰 福建舰下水 也象征解放军海军的新时代来临 福建舰 是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 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 采用平直通常飞行甲板 配置电磁弹射和阻拦装置 满载排水量8万余吨 解放军陆军则强化 新型单兵总和作战系统 配备多种装备 能适应不同环境 空中突击旅的组件 也标志着部队立体战斗能力 将能够精准对接战场 而99A式主战坦克问世 成为中国大陆坦克工业的极大成之作 解放军2023年的全面整装 也意味着作战能力的全面提升 并随时能战 全时能战 记者离境综合报导 海荒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享有折扣哦